HELLO YouTube 观众,我是Kelvin 今天在这个东方广场,第一次在这里拍片 我都几久都没下来这里 今天就因为下来探个朋友 所以顺便过来拍片 现在疫情到处都是没开的 不过给大家看一下东方广场 现在里面什么情况 到处都是没开图 我上次有什么时候来呢 上次也来过这里剪的大法 忘记了是多久 东方广场也有很多店铺 最近疫情又严重了 天天4000多 大家眼看都会看到 只是电商公司 有开店 花铺也有开店 现在都可以看到 都是那些花铺浴房 有开店 那些保健 保健方的有开店 电商公司 其实都不是说 有 是德加freedom 有开店 还有没有其他电商公司 没有开店 其实说开这个东方广场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大家记不记得 曾经东方广场 这个花铺 90年代的时候 是南美那一次的 我记得 就是说 建一层房子的时候 老闆就走了老 就是欠了大笔钱 走了老 接着南美了 那时候 我记得了几年了 才重新建 但是当时 听说 东方广场想打造 另一个类似 太古了 但是 都是重新建 就是因为 南美那一次 之后 我也记得 清楚几次 好像到了 2000多年 才重新建 如果我记得 大家记得 我告诉我 这里有一间 城兴海尾 都很大一间 城兴海尾 都很大一间 城兴海尾 都很大一间 城兴海尾 其他呢 都修理了 即是没有开 不是修理了 其实我自己都很久很久没有来东方广场 以前都OK的 未至于说很热闹的 这里也有一间店 隔了 这里也有隔了 这里也有隔了 我记得 这间法囊都开了很久 以前有一个朋友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铺位 还是那个铺位 卖一些CD碟 不知道是不是这间店铺呢 以前我朋友 好像不是 不过现在我发现 东方广场 都很多 菲律宾人在做生意 前一段时间来 都看到很多 菲律宾店 这里有一间 藥房 藥房 中藥房 这个 这里是不是以前有一间酒楼呢 可以印象 好像有一间酒楼在这一头 是不是这里 是的 这里 都修理了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 剩下了 这间酒楼 叫什么呀 凤天一品 上边这里 他们做一些办公室 类似办公室那些 我们来看看 刚才我说过 东方广场的时候 他们是在东方广场 就是打造另一個類似大古廣場的模式 但就是因為... 因為南美 上來這裡是三樓 因為多數都是死字樓 我都很久沒來這裡 所以上來看看這裡還有什麼 通常這裡都是寫字樓辦公室 好運營文 做什麼呢?移民那些人 這裏有一間...賣些郵票 挺有趣的 都是買一些珠耳繩啊... 水晶鏈的這些... 這裏有一間律師行 其實這裏呢...都是一些辦公室為主的 例如...移民顧問啊... 運工啊... 這裏有一間... 這裏也有一間做一些物理治療啊... 好...一眼看完就是這樣啦... 這裏全部都是... 東方廣場 現在呢... 現在呢...整個東方廣場呢... 我發現的東西呢... 就是只有一間電照公司的... 就是... 就是我朋友開的... 今天就是來探他... 那... 他都說... 現在... 周圍都是... 那些生意都是差到不得了... 我都很難做... 所以... 買得多久... 買得多久都沒辦法... 現在都看到很多那些商家都...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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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辛苦... 其實都...都...都很難熬啊... 其實...都很難熬啊... 其實很多店都沒有開的... 大家都看到啦... 是否疫情的關係... 嘩... 還有... 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的東方廣場... 有什麼... 改變啦... 其實都是... 類似這樣... 那... 剪輯到這裏位置啦... 那... 下支影片叫... OK... 就這樣... Bye... 第一個... Thunder... 今天... 你剛剛好... 你去哪裡的哦... 你建造... 或者還是... 今天...